日常生活中,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软化心血管、预防心脏病的偏方妙招,例如喝红酒、喝醋、吃洋葱等。 这些食物真的很神奇吗?到底怎样才能让血管保持年轻? 营养师王兴国,分析了几种最长,被提及的养护血管的偏方,结论是,都不科普。 偏方一,适量喝点红酒,红酒具有特殊的颜色和成分,例如白鲤卤醇,这使得许多人都觉得它有很多养生功效,其中一个就是软化血管。 然而,红酒中的白鲤卤醇含量并不高,每天喝一点也不能有效抗氧化、抗动脉硬化。 那多喝点呢?当然不行,别忘了红酒中含有12%到15%的酒精,因为猛喝带来的危害远比较用大,包括世界卫生组织,户在内的许多权威机构,都明确反对靠酒精来保护血管或心脏。 第九别单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偏方二,醋泡食物,把鸡蛋、花生、大豆泡在陈醋里,它们的确会变软,这是因为醋酸可以使食物中的蛋白质等成分发生变化。 但吃这些食物,对于软化我们身体的血管并没什么用,这些食物吃下肚后,醋酸会在小肠中,被碱性消化液中和掉,能够吸收进血液的醋酸微潮上,而且很快会被肝脏清理掉。 没有证据表明,进入血液的醋酸能软化血管,清理血栓,而且,大量喝醋反而可能伤害食道,增加板酸的风险。 偏方三,多吃洋葱,大蒜。 洋葱,大蒜是很不错的食材,含有的含硫化合物,在动物实验研究中,确实表现出抗氧化,降低胆固醇,抗癌等作用。 但实际生活中,如果吃熟的,洋葱,大蒜的含硫化合物,还会损失一部分,如果吃生的,多了胃团根本受不了。 也就是说,我们根本不可能吃到研究中那么大的量,就更别提后续的可能的作用了。 偏方四,多吃木耳,木耳更食用菌,在民间有虚管清道夫之称。 这个效果主要针对肠道,因为木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 但膳食纤维没法直接进入血液,根本接触不到血管,所以并没有软化,清理血管的效果。 偏方五,多吃素。 这个说法的前排词是肉类,奶类,蛋类等动物性食物,是造成动脉硬化的元凶。 但这并不是事实。 多吃蔬菜水果确实对血管有好处,但不能只吃素,才要是入适量的鱼肉蛋奶。 合理吃点鱼肉蛋奶,不但对血管无害,反而补充了优质蛋白、甘、甜、心急各种维生素,为健康提供保障。 像养护血管,用这四招,实际上,血管一旦发生老化硬化,就很难再回到柔软、有弹性。 不论是食物还是药物,都只是阻止或延换其进一步老化、硬化。 想要血管老得慢,正确做法是,移阶炎现酒、尼古丁、椒油以及酒精等。 不但能直接进入血液和血管细胞,伤害血管,而且还能通过干扰血脂、血液和血糖,间接地危害血管。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,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至于各种酒类,虽然少量饮酒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,但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或不喝。 每天酒饮的量,蓝性不超过20克,女性不超过15克。 二控制体重,避免肥胖,能量获胜及其引起的肥胖是导致血管硬化、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为了保护血管和心脏,肥胖者最好能减减肥,体重适宜者则要避免发胖。 三平衡饮食,适量运动,合理的饮食和运动,不仅有利保持健康体重,而且能直接降低血管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平衡饮食,平衡饮食意味着能量适宜,较少的那,反式脂肪酸,饱和脂肪酸,添加糖等危害血管的成分。 较多的钾,不饱和脂肪酸,项骨粗杂粮,蔬菜水果等有益血管健康的成分。 增加运动量,可以改善三高指标,促进血液循环,降低血管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,高鸟酸这四高,是导致血管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最直接,最重要的因素,并且直接增加心肌梗死,促重等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。 如果有身体存在这方面的问题,要遵医嘱使用酱鸭药,调脂药,酱糖药等药物,控制这些代谢一场。 总之,要想保护血管和心脏,就要平衡饮食,增加运动,保持持一体重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该用药时就要遵医嘱服药,与其相信各种偏方妙招,不如将这些看似普通的方法进行到底,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